在疫苗的保存上面 基本上这个合约的机构 都有一个不断电的系统 不断电的系统 至少要有4个小时持续 然后第二个 它相对疫苗在一定的常温之下 也有它一定的保存的时间 在AZ它大于30度C下 已经开过瓶的 没有开过瓶可以放更久 已经开过瓶的30度C的 环境下6小时内 要使用完毕 那莫德纳2到25度C的环境下 于12小时内使用完毕 尽量 那至多不要超过19小时 那Biotech 2度C到30度C的环境下 稀释后 于6小时内使用完毕 然后在高端 大于27度的环境之下 尽量于6小时内使用完毕 至多不得超过8小时 这就是各个厂商在 这种在常温下 已经开瓶 可以保存的时间 那我们再还有一个不断电的系统 那整体来讲 电力也陆续在恢复中 停电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 那我们有去 调查一下各卫生局 到目前还没有这个疫苗 超时的一些情况 那不过这个断电 当然有一定的 如果就是说 我们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这疫苗的损失 不会由这个个人或施打的医疗院 所来负责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